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阿嬤落入 我是家見開打 對 她有一天回家 居然發現她功夫 在玩她兒子的小雞雞 真的假的 今天就是要摸一下 要砍一下 她才會長大 她這個齁 吃了齁 會被妳指揹我啊 我指揹她大吼 我是叫妳帶小孩 不是叫妳當醫生好不好 他們常常會帶小孩 門診呢 找我來當仲裁者 婆媳開門進來 那氣場就不一樣了 誰抱著小孩 表示她略勝一籌 婆婆真的是這個世界上 最可怕的東西 我臉都講了 婆媳真真一觸即發 到底誰才是最後贏家 今天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探討媽媽教養上的天敵 當媽媽遇上愛干涉的婆婆 到底該如何應對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有了小孩之後 婆婆跟媳婦在教養上 常常會有意見不同的時候 一定 然後呢 他們常常會帶來門診呢 找我來當仲裁者 帶來門診中妳喔 你看那個婆媳開門進來 那氣場就不一樣了 哎呀 誰抱著小孩 表示她略勝一籌 哎呀 所以我就知道今天 帽子也很亮就對了 我今天要幫那個抱著小孩那個說話 真的還假的 對 那我是應用推進來呢 那就表示今天這兩個人勢均力敵 對不過 我真的要聽婆婆說句話 因為有的時候 我還真的聽到兩兆的說詞之後 我會舉起婆婆的手 真的還假的 你敢得罪媽媽 有的時候 對對 為什麼 因為婆婆看起來比較兇 但是的確啦 我們今天我們 就是論事 有的時候 我們婆媳的爭執 有這個正確的答案 有的時候沒有正確的答案 那麼我們就 家和萬事新嘛 也許就不用吵得那麼兇 我們今天要進入一些 跟健康還有跟生活有關 教養有關的婆媳戰爭 而且不要講婆婆 跟連自己的媽媽 其實都會有一點點教養上的觀念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來聊一聊 關於教養方面 大家有沒有什麼跟婆婆 比較有一點點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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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 像我她 這是nt 因為那個 像我婆婆她們就很養生 她們從來不喝冰水 也是 就是... 他們幾乎都是喝熱的 就是喝茶 或幹嘛 那沒錯 因為你知道 我們就是一個非常燥熱的體食 所以我就是要喝冰的 那當然因為我喝冰 整也是一樣 小孩會跟著喝冰的 那好死不死 我兒子就會在他面前喝了 就這樣 咳咳咳 這樣 喝兩下 你知道 那因為兒子他是孫子耶 對不對 所以就是特別愛 就是說 你怎麼咳嗽 他就開始講說 就跟你說不要給他吃冰的嘛 你幹嘛給他吃冰的 我說沒有 因為他是有點過敏 氣喘 就是氣管有點過敏這樣子 他說 可是就是不要吃冰的啊 我說可是我有帶他去給醫生看 就是有測那個血液 就是看對什麼過敏 過敏的選項 沒有冰水啊 哎呀 就是成蠻牛奶 這樣 沒有冰水啊 所以為什麼不用喝咧 那我婆婆說 這樣子就是不對 因為你就是要給他喝溫水 保護好他的氣管 他就不會對成蠻過敏了 溫水 萬萬冰水 蛤 那天氣這麼熱你知道 我兒子不用喝水 結果汗就這樣流 然後再一喝水 那汗就像是汗泥這樣 看了其實就有點心疼你知道 所以我根本不覺得說 喝冰水其實真的有差嗎 我先幫你問一個小問題 喝冰水真的會影響咳嗽跟過敏嗎 如果是 正在發作的人會 對 過敏可能正在發作會 那如果平常呢 如果沒有發作 其實真的可以比較沒有關係 你沒有過敏體質 然後你也沒有正在發作 你喝冰的是沒有關係的 而且甄莉姐講得還滿好笑 喝抽血沒有驗出過敏 對冰水過敏 對啊 你們在哪裡看過有抽血 是驗冰水過敏 驗冰水的 可是像我 我就是 我是一個母奶滿充沛的媽媽 可是其實在我婆婆跟我媽媽那一代 他們都是 他們很盛行流行喝配方奶 對 所以觀念上有不一樣 那但是因為我都是堅持一定要全清味 因為我覺得說 既然我有母奶又比較貼近寶寶 所以那我就餵嘛 所以我都堅持全清味 可是到了六個月之後啊 然後每次我婆婆啦 只要看到我在餵母奶的時候 她就會說 你那個奶水現在還夠嗎 然後我在餵的時候 她就會說 難道你婆婆還有啊 不是 你說 我就是那個奶媽 喝好嗎 對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的問題 真的 她就會說 你怎麼知道她喝飽了沒有 然後結果喝完之後 寶寶心生兒就是有時候 會莫名的哭鬧 要安撫或什麼 然後她就會說 你看 她就是沒有吃飽 妳就是妳的奶沒有營養了 你知道人家說 妳最多六個月就好 妳現在還要再餵嗎 妳那個都只有水了沒有營養了 寶寶不夠 妳不用了 妳可以停了 都會講這種話 然後我每次就是 婆婆在講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 然後一直憋氣 然後翻白眼 然後再 就是像這個這一個 然後另外是我女兒 就是在學爬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 媽媽都覺得好棒 多爬一點 醫師都說可以 促進腦的發展什麼的 然後就好幾次 我婆婆就是 因為 寶寶就是 阿公阿嬤想炫耀的一個 炫耀的好對象嘛 他就是 如果你寶寶進度超前 他們會覺得很得意 所以我婆婆都會 拉著我女兒的手 就是這樣子 然後把她拉著高 因為大人就這樣 站著拉寶寶的手 拉著讓她這樣子練習走 然後我都會 就是內心都會覺得說 我女兒就用小小的手 然後她還不會站 然後就在那邊學走的時候 我就也不好意思說什麼 然後我就會說 媽她好像 還不太會 然後我就說 就是要練啦 來來來來 阿嬤帶妳練 然後 哎呀 然後我就在內心裡面 醫生說的 長爬的小孩才聰明耶 對 然後我跟她講 她就說沒關係 阿嬤帶妳練 帶妳練 她就覺得媽媽懶 她就說 媽媽不要把阿嬤教妳 然後我都在內心揍小熊 然後就想說 媽妳給我放開 那個小女孩 真的 這已經超生氣 像我們家啊 我以前在上班的時候 然後 兒子還小 所以就給我媽媽帶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 拜託我媽說 拜託媽 妳千萬不要給她坐螃蟹車 喔 對 對 就雪步車 螃蟹車 就是拜託妳不要 可是我一天到晚 都還在螃蟹車上面 迎接我回家 然後結果呢 有一次我們就帶小朋友 去做檢查 那就例行性的檢查 那剛好 那個醫生還特別 我也沒跟她說 我沒有拜託她這樣講 她就跟我講說 欸 那個 不要給小朋友 坐那個螃蟹車 因為這幾天 好幾個案例 都是小朋友 坐了螃蟹車以後 往前翻倒 然後頭就撞到地板了 然後她就有特別 跟我們交代這件事 那我那時候心裡面 就想說太好了 我媽出了診間 她應該會好好的反省 對 對 結果沒想到 我媽一出診間 就很激動跟我講說 拜託一下 她是有沒有生過小孩 妳去問過她 她沒生過小孩 她懂什麼 那時候真的超莫名其妙 難道那個癌症專科醫生 也要生過 也要得過癌症 她才能治療病 哇 妳真的混妒欸 真的 真的 是不是 蔡醫師請問一下 那個 螃蟹車真的不OK嗎 螃蟹車是真的不OK 真的 嗨 草姊 大家聽一下 那個最帥的 小兒科醫生說的 她有生小孩 可是妳知道 因為那時候就是要做螃蟹車 我媽說 就我說不行 所以我就去買了一個這樣 它是定點的 可是妳可以這樣 小朋友可以這樣 這樣繞著 繞著 繞著 這應該OK吧 妳說她 她不會動 就是有個定點 就是圍著那個柱子 圍著那個柱子 螃蟹車因為有兩個危險 一個是說容易翻倒 或是去她平常到不了的地方 抓一些危險東西下來 以這個角度來講 那個定點是OK 但螃蟹車另外一個危險 是因為她如果長期坐在螃蟹車上面 她的髖關節的發展會不夠好 導致她反而將來走路還會反而更慢 因為她的肌肉沒有訓練好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即便是定點的應該也不要用 不過剛才佩基跟甄莉姐講的 反而我就會稍微有點站在婆婆那邊 譬如說多爬當然是好 可是如果她牽著寶寶兩隻手 不是一隻手 一隻手這樣不行 牽著寶寶兩隻手這樣 玩完這個走路走路這樣 只要妳的孩子是在 她在笑 就是OK 可是這樣扯小手扯的這樣子 兩隻手還好 一隻當然不行 而且她應該也不是說這樣害嘛 對啊 她就變猴子了啦 對對對 你擔心她變常備員之類 真的 真的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 就是老人家跟小孩之間的 玩的方法 偶爾玩一玩 我覺得其實沒有關係 那六個月之後的母奶 真的會比較不營養嗎 這個是真的有點太過分 其實 吃繼續餵是對的啦 可是我真的覺得 婆婆真的是 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 哎呦連你都講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媽媽也有婆婆 因為我看我的媽媽跟奶奶相處 我心裡小時候 我在小時候就非常多OS 我一直教育我的老婆說 你以後不要變成像婆婆那樣的人 所以我在我老婆的面前 就一直講 婆婆多不好 婆婆多不好 然後讓她知道說 她不要變成那個樣子 OK 我們生了小孩之後 我媽媽一直說 小孩子不能夠天黑回家 我跟我老婆像 已經90天嘛 不要出門 到時候86天 85天的時候 已經快壓線了 我想說應該差不多OK了 我們就開著車 帶我的小朋友 再忍4天你會怎樣 就忍不住了嘛 然後那天呢 因為我朋友 他們那個 他們家就只有他們那一對夫妻 然後他們也剛好有生小孩 我可以 進停車場 上車 開開開開開到他們家 停車場出來 我想說 這個環境應該是無菌了吧 對呀OK 然後我老婆很好笑 走在前面邊走邊噴那個 啊 啊 很像那個啦 很像在那個 敢私你知道嗎 後面對峻峻 前面對峻峻 口中念念柔子 我們要讓那個整個環境 整個 怎麼可能 整個那個路上是完全無峻的 OK 到了那個朋友家之後 哇 他朋友來了 除了約我們還有約另外一隊 然後那一隊的小孩已經差不多三四歲了 然後那個小孩呢 就是說 吃飯前我們就說 這小朋友怎麼在吃藥 哇 吃完飯說怎麼在吃藥 結果那個媽媽跟我們說 沒有 你們不用緊張 沒有緊張 我知道你們剛有小孩都很緊張 他在吃過敏的藥 我說 這樣就好 那吃完藥之後 怎麼咳了兩聲 我也咳了兩聲 好可怕 然後我老婆就吃 我老婆就笑 我會被咳嗽 然後我就說 沒有沒有 她的狀況是 她只要那個 吃完飯之後吃藥喝到水 她有時候會咳 我想OK的 OK 然後我想完蛋了 他也很體貼一直在體貼的 一回家之後 兩天以後我女兒就發燒了 哇塞 婆婆的預言中了 你知道嗎 真的嗎 你不想 不是環境是被傳染的 完蛋 然後那個時候第四天 我又要出外景 然後我外景之後 然後我老婆就傳那個 妹妹在打點滴的那個 哦 那打點滴 照片 因為三個月之內 如果是有發射 一定要住院 所以那時候 我好痛苦喔 那個時候 所以我那個時候 頓時真的覺得婆婆是對的 就那四天 就差那四天而已 好 不過這些都是婆婆 她們要幫助我們這樣的方法 但是有些婆婆更厲害 她會治病 對 很厲害 很厲害 對 婆婆有她的念力在 像我婆婆也是不喜歡看醫生的 她也是覺得是平常養生 就從生活做起就好 所以我婆婆她認為蜂蜜水可以治百病 哎呀 對啊 只要氣管不舒服啦 頭昏啊 然後稍微咳嗽啦 打個噴嚏啊 都要泡一杯蜂蜜水 然後或者是呢 我們常常看剛出生的小朋友 我第一胎生兒子的時候剛出生 然後就會特別注意他晚上會不會哭鬧 因為我們就懷疑是腸造症 可是因為呢 我有聽黃蟲林醫生的話 腸造症的機率沒有那麼高 所以就是幾百個小孩才會有那個機率 其實不是每一個小孩都會腸造症的 所以其實你就是觀察 她哭的時候你就是看 但是呢我婆婆就會很緊張 她就會怕她的那個腸子是打結了 或是很不舒服 或是怎麼樣 然後有一天呢我回到家 下班回到家之後呢 我就看到我婆婆 把我的小孩擺在那個一個小矮 小矮的沙發上面 然後我小孩擺在那邊 還是小嬰兒喔 然後我婆婆就把她的衣服這樣掀起來 然後在她肚子上面這樣子 按摩 對 按摩 然後我就問我婆婆說 我就說媽媽你在幹嘛 然後我婆婆就說 她又在哭了 你看我今天去菜市場 買了一個這個什麼什麼什麼膏 然後上面都是什麼剪體字 你知道嗎 她就說在菜市場 賣那個不求人的那種地方 那個攤子 喔 我知道 不求人啊 刮沙那個攤子 沒有賣那個膏 她說我買這個膏齁 插起來齁 她說用我的運氣 加上我的手技齁 運氣齁 然後在她的肚子上 她就這樣子 她就這樣子哗哗哗哗 她說她的腸子就不會打結了 喔 她腸子的結就可以通了 喔 我就說媽媽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東西 她說菜市場那個認識很久了 她跟我說這個擦上去就是涼涼的 會通 很順 很順 她說這樣子 她說我們去的話 我去沙龍給人家按這邊 都說好舒服喔 她說就是這樣順時鐘這樣子按 然後 我也不能說什麼啦 因為小孩也沒有哭鬧 看起來還滿爽的 也是這樣子在跟人家給她按 所以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就至少沒有壞的 感覺上沒有立即的壞處 你也不太能說什麼 她出於好處 對啦 就像是把她當成嬰兒按摩就好 妳往後退一步隱約空氣中 還有太極的成功 哇塞 不過後面還顯像有沒有 有顯像 有顯像 可是我的狀況我比較討厭 因為我媽媽真的是把自己當醫生 哎呀 對因為像我家二寶 她就是支氣管比較不好 所以過敏的問題就是比較嚴重 那我媽媽自己也有過敏性鼻炎 所以她有一次就跟我說 我跟你說 那小青龍湯很有用 我自己吃過敏鼻炎都已經就是好了 最近都沒有在犯 我跟你說 你一定要帶回 就是買一罐回去給二寶吃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就想說不行啊 因為我也沒帶去給中醫看過 她到底適不適合我也不知道 對 然後我就一直給她拖 反正她講我就當耳邊瘋就出去了 結果有一次上個月啊 我就 我就那個帶小孩回去給她照顧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回到家去接她的時候 然後我媽就塞了一罐那個小青龍湯的那個藥粉給我 然後我說這是幹嘛 她說 我跟妳講 她這個吃了 她這個吃了 會變幾杯瓦瓦瓦 哇塞 她很誇張 那是什麼幾杯瓦瓦瓦 不是給妳老公嗎 青龍湯 她好像是中腦裡頭是自感冒咳嗽那一種 對 她是這樣跟我講沒錯 可是我一直是說 我的小朋友我沒帶去給中醫看過 不知道適不適合啊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其實我的顧慮是 因為我沒有給小孩先去看醫生 對 我應該先看醫生以後 醫生覺得適合我再給她嘛 是啊 結果我媽就說 可是我今天已經為她吃兩次藥了啊 天啊 她整個都跟娃流一樣 我說什麼娃流 她今天只是剛好沒有飯而已 好不好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把她給我那罐藥直接扔在桌上 哇塞 哇塞 完好厲害 這是我媽媽 真的 我就跟她大吼說 我是叫妳帶小孩 不是叫妳當醫生好不好 真的 因為她說她那個藥的劑量是她自己抓 因為她說大人吃一吃 她自己抓 自己抓 大飯吃就夠了 對 我就覺得這樣超不OK 來來再演一遍 如果是婆婆給她小青龍湯 來開始 這個媽媽喔 來 婆婆都媽媽 吃兩隻一龍湯 我跟她娃流妹啊 來 叫我演一遍媽 好媽那個 我自己帶媽媽餵她 哇這個好胡亂啊 對啊 差那麼多 剛才像這個幾個 我們姑且不論是不是安全 像剛剛皓如我本來要補充的就是 那個亂塗的那個真的不行 因為現在我們都說一歲以下 不要亂在小孩子那個肚皮上塗的 外用的也不行 尤其裡面如果有髒腦 或者是有過合 對 髒腦是最不好的 因為有可能你的小孩子吸了以後 他會有些人會癲癇 有些譬如說蟬頭症會溶血 但量要很多 然後又可能運氣比較不好 你的體質跟他正好特別的不對盤 所以兒科醫學會那時候說 一歲以內不要亂 而且包括蜂蜜水也是對不對 蜂蜜水是沒有給喝 也是一歲以內不行 對 我公平是很愛給喝蜂蜜水 至於那個小型龍艙版書裡 我們是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今天有阿嬤想要給 這個小朋友來路不明的藥物 媽媽 你看碰到這個自己媽媽 當然可以摔在地上 對啊 怎麼好意思 怎麼拒絕 好危險 其實媽媽現在都很講求 有科學根據 是 但是婆婆不知道 她要的是她展現一份愛心 對 所以我們讓她的愛心有出現就好啦 你就跟婆婆跟媽媽 媽媽這個小青龍湯 好好 我回去餵她 你拿回去以後只做什麼事情 餵公公 自拍 自拍 自拍感謝婆婆的愛心 天啊 出去以後這一罐你要收腦隨便你 好 婆婆就知道 你有在用了啊 這樣就解決了嘛 還要tag 還要tag一下 對 還有周邊的親戚 她婆婆如果不會3C咧 不會3C換另外一個方法 就叫兒子拿給她看啊 請照片出來 不行這樣太做做了 對有些媽媽如果不敢這樣做 其實 我做了一個比較惡劣的方法 什麼 婆婆拿過來以後媽媽也跟她說 媽媽這哪裡了 哪一家的你在哪裡買 市場哪一個 王杯杯是不是 你有沒有留她的電話 婆婆一定說你要幹嘛 沒有啊這個很好啊 但是我們要保險一下嘛 萬一寶寶出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要求一大堆理賠金啊 你看我現在用什麼 都是哪個醫生看的 醫生開的 現在有問題都找醫生啊 你這個也應該 她也要負責任對不對 媽媽對不對 她會害怕 不然你用你的好了 不要用這個 哎呀 王杯杯說 我只是那個賣不求人的 真的 對啊 我只是不求你 是我啊 就是你不求人啊 對啊 去腳踢而已 你知道嗎 這變成這樣 就有點技巧來對我們婆婆 對一些小技巧 讓婆婆知道啦 其實大家都是愛孩子的嘛 沒錯 一點點的愛 一點點的關心 再加上一點點的威脅力 沒錯 像我媽 我媽她不會亂給那些偏方 但是 我兒子 就是我媽 我兒子一出生 我媽媽從 她出生就跟我講說 你啊 一定要給她多捏鼻子 她說你看你們的鼻子 從小就是捏捏捏成 像那個外國人一樣 又高又挺 那我自己都覺得 反正捏捏鼻子這種事情 就無傷大搖 我覺得倒是還好 結果有一次呢 我就跟我好朋友 就是分享這件事情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說 我跟你說 你不要小看 就是這種 就是小事情喔 我之前也是讓 她說她自己 她說她之前也是讓她公婆啊 就是捏捏鼻子啊 她就讓步 也覺得無所謂 結果她有一天回家 她居然發現她公婆 在玩她兒子的小雞雞 真的還假的 然後她說天啊 她說 問她公公婆婆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弄 因為大家應該都會傻眼吧 然後她公婆還跟她說 沒有啦 這就是要孩子喔 這就是要摸一下啊 要彈一下 她才會長大 我小雞雞會長大 這是什麼道理啊 我看我小雞雞本來就會長大 她就發了以後長大了 超可怕的 超可怕的 這很奇怪耶 那給她彈耶 彈她的小雞雞耶 好嗎 這是不對的事吧 這 天啊 因為我能慶幸自己沒有生男孩 她會不會覺得婆婆媽媽 都是很愛當神醫嗎 就是好像自己會 像我女兒剛出生的時候 我媽來看來報 她一看到就說 啊 你女兒耳朵有點翻翻的 所以你要用膠帶 媽媽教你 你用膠帶給她黏起來 這樣黏這樣黏這樣黏 然後可是 我不知道是我資質很倫 還怎樣 我左看右看就不覺得 我女兒耳朵哪裡翻 或是哪裡怪 然後我就想說 媽媽每次講的時候 我都搞不清楚 然後我就有小兒科醫師來尋訪的時候 我還特地問醫師 醫師就說 這是正常的 就是寶寶耳骨都還沒有長好 對 我看你女兒很正常啊 所以下一次我媽在講的時候 我就這樣回她 她就說沒有 她這個真的就是有翻 我媽跟你講 你就是這樣黏這樣黏 你有沒有買過那種實驗補痕 那種膠帶 那種膠帶 就一直逼一直逼 然後可是我就是一直沒有做這件事情 我就跟她講說 因為新生兒皮膚都很嫩 我不敢亂貼啊 就撕起來可能她怎麼樣 會過敏 然後結果我媽還繞狠話 跟我講說 如果你女兒以後長大耳朵不漂亮 整個外翻 她一定會非常非常的恨你 然後我聽了 你自己也會覺得 其實媽媽 剛剛新手媽媽都會覺得很 就是怕說 難道她以後真的會這樣嗎 那我就會很緊張 然後就覺得很氣又很難過 對 而且其實真的很容易 就是像我們現在都默皮啊 然後老一輩就說 啊 要弄鼻子 要捏這樣 要不就是呢 什麼母乳要貼那個 那個 睫毛 就是看她小時候 趕快把她睫毛剪掉 對 小朋友那麼小 你要剪那睫毛 哪要醒著啊 嚇壞了 可是不這些有根據嗎 包括這些鼻子啊 甚至彈小弟弟啊 這些我都沒有聽過啦 但是老一輩 沒有找到文獻 有這樣的一個證明啦 不過老一輩的確會這麼做嘛 你要去塑形的確會 可是一樣的 我們反過來跟長輩說 你今天這樣子的話 她以後鼻子不挺 她可能會怪我 可是我今天捏 會不會對她的鼻鬥 對她鼻子造成什麼影響 我們也不知道啊 對 很多很奇怪的一些案例啊 包括 我們遇到比較多小朋友 哭鬧的問題 很多婆婆說 那個媽媽跟我說 我婆婆好奇怪 只要寶寶一哭鬧 馬上她就衝上前去 直接拿起來抱起來 換了她的胸部 當然 為她喝奶的動作 我可以吃你的胸部 對 我說 這個基本上 婆婆也沒有奶了啦 你對孩子的影響 她可能覺得 你在幹嘛 隔代輕微 可是後來孩子真的靜下來了 我只能想說 大概是把她悶住 她不能呼吸 嚇到了吧 嚇到靜下來了 嚇到了 對 可是 老人家就會覺得 這個是有效的 但是我們得幫她 去找出那個原因 是什麼 你是幫孩子悶住了 那爸爸來也可以啊 可是像遇到這種 比較堅持的阿嬤 或者是婆婆 我們哪些事情 應該要馬上制止她 或者是哪些事情 我們應該要堅持 然後不要她這樣做 哇 這個真的很難耶 對啊 尤其是如果你不曉得 這個做法對孩子 有沒有壞處的時候 對 你就會很想要 不要發聲 你就想要叫婆婆 退去這樣子 對 可是還是找醫生 或專業人士問一問 比如說像你剛剛 每個人眉頭皺得像什麼樣的 婆婆這個 把自己的乳房 當作寶寶的安撫哪一組 我當然第一時間 我聽起來就覺得 怪怪的 可是我就仔細想想 這對孩子健康有沒有壞處呢 也沒有 我還真的想不出來 有時候家庭和樂就算 對 就要什麼 就要去房間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就趕快自己 把小朋友抱到房間 對 可是其實這種我們 也真的不敢怎麼樣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真的遇到阿嬤 她就是不聽專業的意見 然後喜歡自己下診斷的話 我們要怎麼解決 可是我覺得老人家 這很難解決 他們耳朵就是很硬 就不管我婆婆或我媽媽都一樣 不要吃糖就一直在吃糖 然後像我有跟我婆婆說 像那個我的小妹妹 妹妹現在還是包尿布 但是包尿布在換的時候 你中間還是要幫她擦一下 她的小屁屁 然後每次我婆婆帶回來以後 我看小妹妹的屁屁都會很紅 她尿尿的地方都會很紅 然後有一次也是 從我婆婆手上接回來之後 我女兒就發燒 然後後來去檢查才發覺 就是尿道炎 然後腎已經有細菌了 但是因為細菌的量還不是很多 所以先吃抗生素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然後我就一直跟我婆婆說 一定要幫小女生擦屁股擦屁股 然後我婆婆每次都忘記 每次都沒有 然後現在我就想到了一種方法 我覺得還蠻有用的 就是指傷罵懷的方法 什麼 就是譬如說我就會跟我婆婆說 以這件事情為例 然後就有意無意的就跟我說 就跟我婆婆說 媽媽你知道我那個誰誰誰 那個高中同學啊 阿玲啊 你知道我們今天本來要吃下午茶 結果她突然不能去 因為她女兒勝發炎 住院了 天啊 要住三天 你知道小孩子要打那個點滴 要打什麼的 要打什麼的 就是因為她婆婆幫她帶小孩啊 都不擦屁股你知道嗎 然後我說好險媽媽 妳都會擦欸 真的 好險喔 好險妳都學起來 好險妳都不是這樣子的人 好險喔 如果我被她 如果我的婆婆是她婆婆的話 我就 我討厭死了 我要喊什麼的 你們就是婆婆聽得出來 她紙張罵懷的人舉手 所以這不是紙張罵懷 就是直接罵了 一半一半吧 沒有啊 然後我婆婆就是 不懂的婆婆會覺得說 妳在捧她的意思 對 我說好險喔 好險我們都有一致的想法 然後我婆婆 因為我婆婆就會跟著罵說 這怎麼這樣子啊 對啊 然後不注重小孩 小孩好可憐喔 這一定要注意 她自己在罵人家的時候 她自己必須就要改進 不過這是聰明的方式 聰明 其實很聰明 這倒是真的 還有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剛剛張醫師 類似張醫師講的方法 因為我媽就是一個 我媽就是一個 她會很關切孫子 一舉一動的人 然後我女兒剛出生的時候 有一點黃膽的現象 她還住院一天 然後我媽就是很心急 很到處就去問 然後她就有一天就跟我講說 我跟你說 我問到了 我朋友的孫子 她也是這樣子 然後她喝了一個東西 叫做紅陰水 喝了之後呢 她就是黃膽都退了 馬上就好了 然後叫我說 一定要去哪個藥房買買買 她就說這個不好買喔 因為我就上網查 廢話這個東西不好嘛 所以很少人在賣啊 一膽賣 紅陰就是紅色的嬰兒 紅色嬰兒水 以前老一輩 很紅 然後因為我上網查 還真的很多媽媽在問 因為她們的婆婆 或是媽媽都會 逼她們的小孩喝 對 沒錯 對 但是因為 我也有問醫師 醫師就是說 新生兒我們其實六個月之內 都不太需要喝過多的水分嘛 然後再來是我看到有寶寶 因為這樣喝了 就是重金屬 重毒 我看到我都嚇死了 然後但是我媽就說 這真的很有用 我朋友的小孩都在喝 她們不會騙我 都有看到她 她小孩現在好白好嫩喔 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養豬啊 我媽真的很激進 你知道嗎 我很怕她就是會 跑來我家餵我小孩喝 所以我就真的叫我老公 而且那真的很難買 她就是真的 最後就買到一瓶 帶回來之後 我們就這樣子 然後把它倒在奶 整個過程我都有拍照 然後拍照傳LINE給我媽 然後她就假裝 拿在奶瓶裡面 假裝要餵女兒喝 喝完之後我立刻把它倒掉 倒掉的時候過一陣子 其實紅膽她自己會 紅膽她自己會退嘛 紅膽她自己會退嘛 退了之後呢 我還跟我媽說 我還跟我寶寶自拍 我又跟媽說 媽 你這真的很有用 你怎麼可以這樣 這個就多此一舉啦 聰明啊 然後你再跟我媽說 謝謝媽 就是要讓她相信 說我真的有照做啊 對 可是紅衣水到底是什麼 紅衣水就是葡萄湯水 那為什麼會中金屬 其實以前有那個 因為她染色有重金屬 是這個原因 那現在呢已經 因為這個事情是很久以前發生過 所以不太感人有在加重金屬 但是有人喝紅衣水 喝到水中毒 因為它裡面只有葡萄湯 它沒有電解質嘛 所以小朋友就是喝喝喝 然後就抽搐這樣 對 艾瑞醫師 像我是覺得就是跟長輩溝通 用藥問題這個部分 我覺得很困難 像例如 譬如說還沒有滿 還沒有小朋友的時候發燒啊 然後還沒有超過38度 他們就急著要讓她降溫 就要塞那個 塞劑 對 然後之前那一陣子 就非常容易跟長輩吵架 因為我覺得她要塞 我不讓她塞 她要塞 我不讓她塞 就後來因為太常吵架 我跟我姐就想了一個辦法 我們就去想 就是去找那個 用藥相關小朋友的健康的問題 然後找一些就是標題 聳動一點的 然後把它映成像一些A4 例如那個什麼 嬰幼兒 用塞劑降溫太快 小心濕溫必死無以後 對 什麼心肺衰竭 就是像這些A4的資訊 然後我就會把它放在家裡 各式各樣的地方 什麼茶几啊 客廳 然後飯桌 然後冰箱上 因為我覺得 貼這個東西喔 貼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 你沒有辦法跟她去 再加一張符 說這個啊 所以我就會 就是找這種就是標題 比較就是聳動的 因為我覺得 他們內容也許就是 不會去仔細看 可是標題 看到標題就害怕了 對 看到標題他們就會 稍微害怕一點 謹慎一點 對 謹慎 然後看了這些 就是文章之後 他們可能就會 比較好溝通一點 我感覺 那是你自己貼的 這個有一些 沒有 一些標題 我會稍微改一下 然後連在冰箱外面說 媽 我好可怕 幫我去拿水喔 媽就是看到那個 然後鐵欄冰箱有沒有 全部蓋起來 冰箱打開裡面還有 然後裡面文字案例 都要自己掰的 對 新北市一名兩歲半的小女孩 這不就是我孫女嗎 沒有 他還自己聽說 我童林醫師說的 對 還有童林醫師的名字 還有圖文夫圖 其實裡面是在想說 暑假親子餐廳 哪裡哪裡最適合 這標題都不一樣 因為就是看他老花 看不見小字 對 看大字就好 看大字就好 就不是看標題就好 沒錯 不過其實真的是出於愛 可是有時候遇到很多狀況 其實以前的教養方法 跟現在教養方法 真的很不一樣 就像真的說明白一點 以前發燥就覺得要泡熱水 要蓋被子 現在發燥是你要洗溫水 然後要把冷清冷涼 其實對基本的認真 其實就不一樣 如果遇到這種很堅持的婆婆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才會讓我們兩個剖析OK 然後小朋友也很健康快樂長大 我們有幾個方法 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 第一個你去想一下 今天我們認為婆婆或媽媽的方法不對 但是將來你現在的方法 在你將來成為婆婆的時候 是不是有可能也是不正確的方法 在那個時代 它可能科學更進步了 所以你要先去認同 我們有愛孩子的觀念再來處理 否則你很容易直接陷入你的情緒當中 所以最後你不是處理孩子的問題 是婆媳之間情緒的問題在鬥爭 沒錯 第二個我們要去了解的是 你只有一個人單打獨鬥 對 跟你婆婆 還有一個人跑到哪去了 你的先生呢 老公 對 先去把這個佔有 媽媽要倒掉 先去把老公拉過來 瞎忙 你一定要是二對一 你才有贏面 你才會勝 第三個 來 了解婆婆要做什麼 接下來你才能夠去感受 媽你下次不要那麼累 我們找醫生看就好 找黃醫師就好了 有出事情他負責就好 我跟老王都要一起負責 我覺得張老師講的是對的 就是說 有的時候我們叫婆婆 不要做一件事情 所以把麻油收起來之後 你可以提供 這很貴耶 這個是什麼紐西蘭 什麼綿羊 什麼什麼 以後要按摩用這個 或是說他給他吃什麼 這個我幫你買一個更好的 那以後你要餵他吃 就吃這個 那這樣的話至少 婆婆有東西可以付出他的愛 也是 也可以避開那些 可能不是科學上 站不住腳的一些片段 也是啦 可是譬如說像我自己的狀況 就是有時候譬如帶到婆婆家 那因為我本身不會帶小孩 那常常遇到婆婆的一個話 就是 可是在教上面 其實真的 我覺得阿嬤跟婆婆 會有很多 教養上面的一些觀念 其實是很溫度 真的 真的常常唱反調 氣死人 像我們家阿嬤就是 非常勤儉的那一種 他是那種東西掉在地上 一定立馬撿起來 然後吃掉 對 然後教小孩也是一樣 可是 就是我真的不能忍受 就是餵飯的問題 就是餵飯 然後像我平常就是 就是規定我小孩 就是我們在吃飯 都一定要餐桌吃 然後要自己吃 做餐椅 就是媽媽都會這樣子 對 可是呢 他們只要假日一回到阿嬤家 他的餐椅就是沙發 然後他就這樣子 然後像大爺 跟大爺 對 然後嘴巴就啊 然後阿嬤就 互動餵飯機 對 然後就是一邊玩 阿嬤就說 寶貝來吃一口 這樣子 然後一直叫一直叫 然後我在後面真的聽到 真的很 就是很不爽 你知道嗎 然後就覺得我媽已經 就是已經活到六十幾歲 還要這麼辛苦 為你們這些小屁孩 我就說不准 全部給我到餐桌吃 對 然後我小孩竟然回我說 那為什麼阿嬤 可以讓我們在前面 邊看電視邊吃 唉唷 然後就拿著碗就 哼 然後就要到前面去你知道嗎 那我就超肥送 我就把它拿起來 我就說那你就不要吃 你就前面玩 盡情的玩 你就不要吃 你就準備要收了 結果沒想到我們家阿嬤 竟然狂奔從客廳 狂奔到餐廳 你要把那個碗直接搶回來 他說 你幹嘛收那麼快阿 就是你都不管他們 他們才會這樣那麼瘦 要不是我有 一口一口在幫你餵 他們現在印象非常難免 餓死了嗎 對 我會這樣講 有一次我朋友到家喔 他就跟我 我媽媽才跟我去玩回來 他就說你看你看 都沒有吃 都沒有吃 這就穿一隻餅 我就說穿一隻餅 真的 我不是也太誇張了吧 然後他罵完我 我原本是好心想說 心疼他 不要讓他這樣那麼辛苦 沒想到我還被罵 然後罵完他就拿就 哼 然後就 再來吃一口 不過其實真的很容易 就是那種教養不同調 不論是 跟媽媽 跟阿嬤 甚至跟老公 其實都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對 如果真的遇到這種狀況 小朋友是不是以後有一些 會 我突然覺得小朋友好可憐喔 對啊 我們要求他變成你固定 就是那一個模式 為什麼要固定這種模式 你今天在上班的時候 你很中規中矩 今天你去休假的時候 你可以穿得很邋遢 可是今天孩子在家裡 媽媽在的時候 我就要很乖乖地好好吃飯 爺爺奶奶這邊就是休假啊 或攤在那邊 爺爺那餵我 我只要懂得回來的時候 轉換我的角色 不就好了嗎 欸 如果我都一直要求孩子 那孩子就會幹嘛 還是因為我本身胖的關係 所以我在回運的時候 醫生說 你只能最多胖4公斤 這個 可是我知道現在有很多媽媽都很希望 就是在運期的過程中 是可以 體重不要太over 這樣子 所以就有一個說法是說 那不要吃澱粉 這樣OK嗎 就不吃澱粉 只吃肉 我從來沒有聽過婦產科醫師 做這種建議 可是那媽媽的裙子都會這樣 對 所以表示這個不是一個 很有科學根據的做法 那如果今天你每這個吃的 碳水化合物一天不到120克的話 那麼你有可能你的氣味就不太好 為什麼 就是會有銅體 那個銅體 是喔 就是你就會呼出來的氣 就會不太好聞 那吃太多會不會就特別好聞 120克 沒有 是不會啦 但是至少我們一天吃一點點澱粉 讓你的味道不會那麼難 我想是可以接受的 那至於說這個均衡營養裡面 就是澱粉是不是能夠 讓我們比較做什麼改變 讓我們比較不會胖的那麼厲害 那當然所有的營養專家 應該都有共同意見就是 那個澱粉最好是粗糧 喔 不要太精緻的澱粉 比如說你就不要吃白米 改吃糙米 不要吃白麵白饅頭 改吃蕎麥麵 或者是五股雜糧 總而言之讓你吃的這個澱粉呢 帶有一些殼 帶有一些纖維 讓它GI值能夠降低 那麼也許就可以達到你剛剛講 不要胖得那麼快 很厲害 了解 所以媽媽不用太擔心喔 還是要全方面的營養好不好 好 如果我都一直要求孩子 那孩子就會幹嘛 我第一個 我會去找避風港 因為奶奶都會餵我 媽媽妳為什麼不餵我 教導孩子知道 妳在這邊可以這麼做 在那邊可以怎麼做 不同的地方 該有不同的表現就好 喔 所以其實是OK的對不對 不用強制用一樣的方法來 不用啊 而且小朋友自己會轉換就對了 她才會學會查顏觀色 像我也是 因為我就是已經認清了老人耳朵很硬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是教養不同調就不同調 因為我相信 他們有一天就會有限時報 有嗎 就是長輩就會自食惡果 因為他們會很看不慣我們 自食惡果 就是很教養他或什麼 譬如說我以前 小孩子有一段時間 可能是一歲半到兩三歲之前 都很喜歡出手打人 就是打然後看到誰就是搶 對大人爸爸媽媽長輩也是打 而且其實很大力 很大力啊 然後他開心的時候也打 對 然後不開心也打 所以那時候我們都會教 但那時候呢我婆婆都會覺得說 這只是小孩必經的過程 他長大懂事之後 他自然就不會這樣動手了 那有一次真的是我婆婆 在帶我兒子的時候 我兒子就坐他對面 我婆婆就抱著他嘛 那兩個玩一玩 我兒子就一個開心這樣 就整個打我婆婆 他就打到我婆婆身上 對 更開心 因為當我兒子打我的時候 我婆婆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對 當我兒子打到他自己臉上的時候 那因為我婆婆是有戴眼鏡的 他這樣子一巴掌呼下去的時候 我婆婆眼鏡要掉 是壞了吧 是掉了 然後我婆婆這邊有一個那個鼻子 有一個小刮痕 喔 然後我婆婆就整個 我看我婆婆就已經也氣上來了喔 那我在旁邊 那我就只是 看 我就沒講話 因為我想說他要教嘛 是打在他又不是今天又不是打我 然後我管他又會 他又會說我 那我就看了 然後我婆婆 嘴角有點上揚 然後我就想說看我婆婆要怎麼做 然後我婆婆就是說 不是 不是說過不能打人了嗎 妳再這樣子的話 那個 媽媽要罰妳罰戰喔 哎呀 她現在會 她現在會用我 還是用我來去嚇我兒子 說媽媽要再罰戰喔 所以我婆婆還是知道 這個還是要處理 是不行的 但她只是老人家 就拉不下那個臉 也是 她還是會用我的名義 去嚇我兒子 有寶媽咧 像我家是 我家三四寶嘛 三歲的時候就開始 我就開始讓他們 就是穿酷型的學習紙尿布 我想要讓他們自己可以去 廁所大小便 就自己來就好 可是如果我婆婆放假在家 她看到她就會念我 她就會說 妳知不知道現在尿布有多 鬼 就有一天我回家 就是那一天我回家之後 然後我婆婆就跟我說 我覺得尿布前 也不用太省啦 哎呀 我覺得尿布前也不用太省啦 那小孩子就不要勉強她了 然後我想說奇怪 我婆婆怎麼會突然轉性 對 平常都一直在念我啊 什麼偷賊浪費 尿布前有夠鬼 然後後來我就 我就問 大寶就跟我說 媽媽妳知道今天家裡發生什麼事嗎 我說怎麼了 他說 今天啊 阿嬤在睡覺的時候 他五歲起來 他聽到那個 弟弟 就是三寶 他說 弟弟在哭 然後他就趕快起來去看 結果妳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整個房間都是大便 好可怕 就是因為 因為我家的三寶 他就是自己可能來不及的 他來不及 然後他就大 他就是跟他們一起五歲 然後大了整個床啊 然後都是 因為他來不及了啊 然後他又沒包著紙尿布 就是穿內褲 所以大了整個床都是 然後他自己就是很害怕 很害怕覺得很髒 他又衝去廁所大哭 所以家裡的什麼走廊啊 還有地板 還有房間的床 就是都是大便的硬子 而且我家的四寶也睡在那個大便上面 我的天啊 他睡在大便上 所以我伯伯就整個崩潰 因為我伯伯也是跟著他們一起睡午覺 只是小孩子這樣他不知道 他是聽到小孩大哭了 他還驚醒 然後他那天就收拾得很慘 你看吧 就是要等到他們睡 真的 現在那個洗蟲蛋都封掉了 真的 就是在等這個時刻 那像這種狀況 我們 其實我知道爸爸媽媽也在學習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的爺爺奶奶 可以一起學習 我們要怎麼樣 好好的跟長輩說呢 第一個 你用實證來代替你的說詞 不論這個實證是真是假 至少是一個證明 讓他知道 要有一個警惕 我們要更注意孩子的健康 還有孩子的教養 第二個 那當然就是拿證據出來囉 那些第三者的 專家的證據出來 那個貼冰箱的是一個好方法 對不對 然後現在當 早上你的LINE 收到了這個長輩圖的時候 記得回給他一篇文章 跟他說早安 孩子的健康 我們一起來努力 所以用證據來讓老人家知道 不是只有你說而已 事實上現在的觀念是什麼樣 讓他們去理解 再來就是用同理心 最重要的是真的去了解到 長輩其實是愛孩子的 讓大人 讓長輩也有寵孩子的時間 但是不要那麼長 不要那麼過度 對 沒錯 其實最重要就是 活婆其實還有教養上的挫折 其實當孩子患的時候 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讓他安靜下來 我只好用你們說不行的 糖果 餅乾 電視 我也知道你們會覺得這不好 可是我沒有別招 所以有時候我們可以替他們去想 比如說我們幫他切好水果 或切好小孩可以接受的零嘴 比如說堅果類 或者是只有加鹽 沒有加色素防腐劑的一些零食 所以就是說 如果今天寶寶哭的 或是小孩這個鬧的時候 你就給他吃這個 他很喜歡 那至少手上他有個武器 他會先用 那這樣的話就比 一直碎碎唸唸說 不要再給他吃這個 不要再給他這個吃 那你不要吃 那你要我吃什麼呢 那我們給他一個方法 這是我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其實我是從 每一個人的心裡 為什麼婆婆會 你知道很多婆婆或是媽媽 她以前對我們的時候 可沒有這麼的蟲對不對 真的 在追著打到她 那為什麼會對小孫子 小孫女特別蟲 特別蟲 因為在那個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 他們有一些自尊心上的問題 其實他們很孤單 沒有人再像那個孩子 孫子一樣 用那種崇拜的眼神看他 他看他心裡非常需要這個 真的 所以他根本捨不得去破壞這個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 尤其是退休的老人家 特別會寵孫 因為他已經沒有別人 再能夠填補他心裡那種 那種滿足 那種虛榮 或那種被愛的感覺 被需要的感覺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爸爸就負很大的責任 我們要去怎麼樣去 讓婆婆覺得說 我雖然已經長大 我雖然是爸爸 但我還是一樣很尊敬媽媽 很尊敬爸爸 帶你出國玩 每次就會在小孩面前講 爸爸以前的這個神勇的事情 媽媽以前多厲害 他這個整個心裡面開心了 他就比較不會再需要 那個小孫子的那個眼神 他就會稍微稍微地 執行一下我們討論過的一些 教養的一些步驟 我覺得從心理上面 可以給大家做這樣的參考 了解 謝謝開示 是 謝謝 現在講了那麼多婆婆的會話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媳婦 也沒有辦法做得百分之百那麼好 真的 也是真的很謝謝所有的長輩 可以幫我們一起帶孩子 真的 所以我只能說 婆婆 媳婦愛妳喔 Junie 謝謝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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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很奇怪 我覺得很多小朋友 很喜歡流鼻血 包括我自己小時候 很喜歡 不是 就是我小時候啊 就也很常流鼻血 就隨便挖一挖 然後就流鼻血 而且常常有那種半夜碎碎 然後其實我也覺得 我沒有挖鼻血 但是他就流鼻血 為什麼小朋友特別有小孩 你是半夜弄到 沒有啦 開玩笑 弄到你啦 這個就太尷尬了 流鼻血大部分的小孩來 我一定會第一個問的是 你有沒有過敏性的體驗 如果你有過敏性的體驗 你就先處理它 那第二點 有些時候它是偶發事件 譬如說它可能也沒有 特別的過敏性別 只是剛好那個血管 破了又破 破了又破 那這樣的話 就會常常在某一個單邊 某一個位置 一段時間 不容易好反覆的發作 那這種狀況 我可能就會 針對那個區塊 就用凡士林 稍微睡覺前 或是起床 幫他保護一下 對 讓那個血管 能夠好好的癒合 不要還沒有癒合 就破 還沒有癒合就破 那當然避免太乾燥的環境 那怎麼樣叫做正確的止血 就是你至少捏的地方要對 當小孩流鼻血的時候 很多人捏鼻流 是沒有用是錯的 你直接捏鼻子的這個軟的地方 捏這裡 對 因為我剛剛說流血的地方在這 加壓止血應該是捏軟的部分 然後用嘴巴呼吸 正確的加壓止血 10分鐘15分鐘 如果還是血流不止 那你才可能要找醫生說 為什麼我小孩每次這樣加壓 正確的方法 都還是過了半小時還在流 那這才是你要擔心的時候 平常捏一捏就止了 那就表示你小孩應該沒有白血病 或是血調板地下的問題 了解 不過我今天學到 原來是捏這裡 我以為是捏這裡 錯了 但是不能養頭我知道 對 超往前 分別人 關係 不是 什麼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